之前发的用狗毛质围巾的视频 播放量居然1800多万 让我没想到的是得到了那么多的共鸣 我的评论区充满温暖 又有很多遗憾 印象最深的留言是说 狗狗走了之后只留下了他的照片 没留下属于他纪念的东西 好后悔 好像他不曾来过一样 看到这个我真的破防了 我更加觉得我的做法很正确 留下他的毛发是爱的延续 情感的寄托 或许这是另一种留下他的方式 视频发出的当天 我收到了一位粉丝的私信 他的狗狗已经12岁了 他觉得我用狗毛做成围巾特别有意义 可是他的狗狗年纪大了 没办法攒到足够的毛发 但是又希望拥有一件属于他和狗狗的温暖回忆 所以我决定帮助他 拿到了他狗狗的毛发 是一只12岁的太底犬叫做糖豆 下面我们就开始研究用这些毛发做些什么呢 嗯 有啦 第一步就是把狗毛纺成毛线 需要一个纺线锤和两把开截针书 先取一小部分的狗毛 用两把开截书把毛打蓬松 反复地重复这个步骤 我们来看一下对比 你在猜猜我做的是什么呢 或许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另一种留下他的方式 虽然生活没有解药 但是止痛片却很多 小狗能给你什么呢 小狗他自己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每天可以给你朦胧胧的脑袋 是露露的眼睛 一颗心里百分百的爱